唐三九红一蓝金 百极魂力 晋升海神 海神第九考完成 海神神奇 完美契合 海神再现 所有魂环修为 提升五万年 那一圈圈从唐三脚下升起的魂环 第一个出现的魂环就是红色的 在红色的魂环之外 包裹着一层绚丽的蓝金色 第二个 依旧魂环 以此类归 一直到第九个魂环都没有丝毫留化 全部是以红色魂环 蓝金色光芒在外面环绕 直到那最后升起的魂环才有所不同 那代表着神之力量的第十魂环 完全是个璀璨的蓝金色 十万年 全体十万元魂环 作为一名魂师 哪怕就算唐三不是神 全部的十万年魂环也实在是太过震撼 而曾经重新附加魂环的蓝银黄五魂 最低的魂环修为也有五万年 五万加上五万 这就导致了唐三哪怕是第一魂环也变成了红色 九红一蓝金 那是真正恐怖的神力啊